現在一桌年菜宅費大概要多少錢 我們八道菜吧 嗯 八道 十千塊有找喔 七千塊很便宜耶 很便宜耶 真的喔 而且你可以不用套裝的買 我們可以單點 挑選你喜歡的 可以單點 單點喔 真的太棒了 好棒喔 真的太棒了 你去電腦按一按 就把菜媽媽請回家這樣 對 雅蘭 雅蘭你 我需要給你啤酒還是 你整個吃開來的 對啊 你真心的在剝香 真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就非常 嗯 謝謝菜菜子的媽媽 菜媽媽給我們帶來店桌 對 好正點喔 好正點喔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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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客送得很快 謝謝 謝謝 好喝喔 太好吃了 不過一吃年夜飯 結果了不起 大家那個壓力也很大 是 今年事業好不好啊 賺的錢多不多啊這樣 是 不太好 朵琳哥真的不太好說了 好幾個節目喔 接住 接住 你說還不錯 還不錯 我現在出去啊 很多人要跟我講什麼 你知道 你老婆最近常上節目 好猛喔 你要加油啊 對啊 還跟他說你要加油 那現在不是 夫以妻為貴的啊 差不多這個意思啊 那就好啦 真的很好啊 剛剛我還在跟他講說 侯昌明真會訓練老婆 這老婆真棒 你不會講話 他說老公訓練好棒 好 有一些那個 沒什麼必要的節目都收掉了 現在在養生 準備迎接更好的節目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留下就是有質感的節目 其他的通風 我講話太過年華了 其實去年一整年來說的話 你們兩位覺得自己的運勢是 應該很旺吧 我覺得 因為我廣告代言這麼多 有結長古短的感覺 就是他收了好幾個節目 但是廣告也同時來收收 你為什麼要一段的重複 我收了好幾個節目 一直重複 他一直想要轉化 但是還沒習慣 你給他一點時間 他會轉過去 我還要再痛一段時間 對 收了一點點節目 這樣不對 沒有 然後後來有廣告 就是有來找上門 但是錢沒有變少 就是還反而變多 對 差不多 差不多 剛好 還可以 還可以賺 有加了我 有比較多一點 對 現在就是說找你們代言 他應該已經不能 只拿大嫂的底下 他應該直接就是藝人的錢 他現在我覺得他OK 因為他 我覺得他 應該是說便宜 笑個短話的這種類型 藝人就是他 人家會不會就是說 現在製作單位會說 我要找雅蘭 上節目或代言 但是再順便說 那你問問看昌明有沒有空 就反過來了 有...有的會這樣 有的是直接找我 然後他就說 那昌明哥要不要 酸得一起來 沒有 天命 酸得一起來 其實今天的作品也是這樣的 今天作品我們也是只有 超假的 而且今天是看到你打出 不然不想發你的 我只是亞蘭的包裹 好怪 是這個意思 包裹是好聽 包袱也是好 對 好可憐 不用擋我的包袱 不過你看去年大早談 像有一些大早會紅起來 有些大哥 其實心裡就會很邪 但侯超妮完全不是 因為亞蘭硬算錢她很爽 很爽啊 不是有什麼好不爽的呢 很多大哥他們會覺得說 那你還不是因為靠我們 你還不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亞蘭如果她可以 運勢慢慢上來 然後超過我 然後表現得更棒 有一天我就提早退休了 對不對 我就靠她講就好了 他講是這樣講 有一次我們在家裡 然後有時候 有時候我工作量很大 然後我壓力很大 然後他就會說 會不會瞧不起她 不是 她都會瞧不起她 我說妳想到哪裡去了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超越她 或者是怎麼樣 但她會先貶低自己 但她講的是真的 不是 一個很漂亮的老婆 很容易就跟別的男主持人 就走了 一定的啊 為什麼 她都很壞 男主持人要兩個小孩的媽 妳告訴我 她不要講 因為她整身好不好 她整個樣子 她的意思是 她還可以再生 她可以再生 小心妳身外變胖子 我跟你講 不是 那一次我是要問她 因為我自己想說 如果有一天 因為以前我們曾經講好 她還沒開始工作 我說如果前面十年 靠我努力工作 我存下一些基本的 電敵的錢 然後後面十年 如果可以靠她工作 然後我退下來休息 我說那我人生好棒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聊 後來呢 等她開始現在很忙的時候 我就開始想說 因為有時候她開始 對我的態度 非常的急 機車 現在已經趕了是不是 她已經很趕了 不耐煩出現了 以前譬如說你現在菜在這裡 這一鍋 這一大鍋有沒有 她一放下來 我直接咬來吃 她不敢二話 她想說 妳工作賺錢最辛苦 所以大的一定是妳的 妳知道嗎 她以前是這個態度 現在沒有 坐下來一喝 我說這比較大 妳要吃不完那麼多 我做得很辛苦 我不用吃嗎 她現在是這樣的態度 完全不一樣 而且是我錄影 說了一天話 我拿來補氣的 對 而且我煮兩碗麵 就算大碗的是給她吃 妳也不能先吃 對不對 妳一定要先問過我說 這一碗是我的嗎 對不對 妳看 我說是 才可以吃 兩碗機車 可以去營養的頭 正經是這樣 我跟你講 她很低級 你知道嗎 因為我去年 我真的好累 她很低級我們都知道 她說只有妳不知道 妳才嫁給她 對 因為我笨 因為呢 我很累 然後我想說 跟精神姐一樣 我想要偷懶一下 然後我想說叫個外賣 然後她又捨不得 她說外賣好貴 然後怎樣怎樣 我自己在家煮 兩三千就可以搞定 什麼的這樣 然後我就說 那怎麼辦嗎 她說那不然這樣好了 妳爸爸媽媽也要出席嗎 我說對 不會吧 她說 不然 叫她多煮一份我們的好了 我說妳很敢開口 她就直接打電話叫我爸 好淡喔 準備一桌我爸自己 對 叫孕婦外送 對 等一下 可是我有說我願意付錢 妳在找我 你怎麼跟岳父開這個口 不是啊 妳跟女兒嫁給妳 不是 因為她爸很會煮 她煮的時候炸大的米香 好大條 然後那個菜擺在桌上 都是非常豐富的 然後我說那乾脆所幸 其實你爸也幫我們辦一桌好了 反正一樣的料煮兩份就對了 然後我說看多少錢 我們再加一點工錢 給你爸爸 這樣你爸也可以賺一點錢嗎 加一點工錢 對啊 加一點 是妳的親生父親耶 對 是我的爸爸 妳也就放任他打那個電話 妳在旁邊也不通聲 不好意思啊 真的 女兒就是嫁出去的狗 真的 我媽都說你搞不怕慘 女兒賊啦 他以前跟我交往上還沒嫁給我 他常回他娘家有沒有 回到他媽媽 不是 那時候不叫我娘家啦 回到他家 他就常常偷很多的菜 從他們家偷青菜冰箱 一下肉不見了 一下鮑魚不見了 他通通都在我家 沒有鮑魚耶 沒有保養 他以前就這樣子啦 不會講到這個年菜 就是你們家每年 有哪些必吃的年菜 像我自己煮飯 我一定有雞 起雞嘛 然後常年菜一定要 人家說常常常年菜嘛 是 然後還有那個蝦 因為他愛吃蝦 所以我一定要有蝦 魚 年年有魚 一定要有魚 這幾道一定都要 就很傳統的 菜桃桂 對 拜拜的時候 拜拜一定要 花桂 菜桃桂 一定都要 對 是 真的很傳統 雖然是傳統 但是每年我們吃都一樣 因為有吃你就有開運 對 所以這個傳統的習俗 是不能免的 對 當然我們要吃對東西 能夠幫助我們來年的運勢更好 我們這個就要請教黃老師了 而且他一面吃一面說幾場話 是 好啊 我們現在馬上來請教黃茂布老師 老師過年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些食物吃了之後 特別會開運 剛剛給雅蘭都講光了 你看好棒喔 小姐他們都幫我講去啦 老師 你這樣開運 那老師你去領酬牢啦 那你怎麼了 我們講中國大江南北 各地習俗不同 我現在講的就是一般 我們目前在台灣 家庭中 過年應該要吃的東西嘛 第一個你講去啦 對 長年菜 就是代表長壽 代表長長久久 長年菜又叫什麼菜啊 掛菜 掛菜 可是真的不是那麼好吃 我自己覺得啦 掛菜滿好吃的 所以它怎麼做 對 會苦苦的 不是 苦有方法可以去除 就是說你在炒的時候 它在水裡這樣炒對不對 它是加一點醋 一點點 然後它就會把那個苦味去掉 我會講的 最重要今天要換你 借記 過年長年菜不能炒 長年菜不能炒是吧 要整隻 整隻 對 要成長壽有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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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矩矩矩矩矩 對 那當然要把剛剛我說的晃掉 好不好 但人家醋是真的啦 它可以去到苦味啦 好 再第二個拳擊 就記一定要整隻 對 要整隻 這代表牙齊齊齊 當然雅蘭也講了 頭也要留著 頭也要留著 全家團員 然後家運興旺 對 但是老師 你那個頭留著 萬一指到誰 指到雅蘭 雅蘭會不會去過年 不是 那個不是我們的尾牙 不是公司 那是我們家庭的 那是我們家庭的 不一樣 難怪我都把頭對神明 因為我小時候 不要對我就好了 那神明把你file了 你傻傻的你 沒有 其實若是在公司來講的話 那個頭是對老闆沒有關係的 老闆 不要對員工就好了 是 好 下面就是魚 剛剛雅蘭也講了 你全部講完了嘛 真的 年年有餘了 好 這些是 所謂的除夕夜的團圓菜 那其他可以說 當天或者除夕那一段時間 吃的就可以了 對 好 第一個年糕 年年糕生 發粿 就是花材跟花達 花達 菜頭粿 對 或者三種丸 魚丸 蝦丸或者肉丸 或者另外代替 反正有三種就好 是 代表三圓極地 然後過年中有各種水果 這邊只列了兩種 例如說 極子跟蘋果代表吉祥 蘋果代表平安 另外柿子代表四次如意 對 那麼鳳梨代表翁來 OK 反正就是吉祥的東西 我們過年不要忘了 邊吃邊說好菜的話 對 它有一種食材 它有一種食材就是以前 譬如說某些部分處理 它們會吃豆干 為什麼 生關 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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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干嘛 它是生關的意思